HitFM联播网 The great music all day yeah 只想聽音樂 摩登大聖21GG姿態風雨的男人 你有沒有看到你前面那張紙 我已經幫你寫好了一個字是什麼字 寫慢 寫慢 因為我怕就是這個 你知道AKA太長了 想盡量快一點 就帶一點娛樂效果啦 對對對 但是我今天呢 還是會秉持一個慢慢想 慢慢講 盡量保持這個Slow and Steady 然後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 你剛才的那三句話 你一點說服力都沒有 是嗎 一點都不慢 其實我們剛剛私底下的時候 一直在討論 因為我剛剛在紙上面 已經寫了很多個漫漫漫漫漫 對 可是看起來都寫得很急躁 就是龍飛鳳舞 最好笑的就是寫得非常的 龍飛鳳舞的感覺 所以我就幫你刻了一個漫字在上面 大家可能看不到 但是這個漫非常的有情緒 我還瞄了個邊 對啊 慢慢寫這樣子 好那今天呢 要跟黃軒好好聊聊他的 這一張作品叫做服事集 其實黃軒在 這算是你的首張的正式的專輯嗎 其實這一次才是比較像 算是這個正式的一張專輯 所以之前發表過的是 之前都是EP 那我為什麼會想用EP的這個形式 所以我可以說一下 因為其實我打從一開始 從2018年底 第一次用自己的就是Yellow這個名義 發作品的時候 我就沒有想過要以專輯為導向 去出發 因為我這系列的作品 它有一個比較魔幻的屬性是 為什麼我會分成三篇 它叫服事集的原因 是因為它集合了三個不同的預言故事 作為主題篇章 然後繪成一條線 所以我就想說一個主題就是大概三首歌 就可以講完的故事 我不需要湊成一張專輯 而且我自己當時候的理解就是說 我一個 我不算什麼的一個 一個小人物 我要去這個新人 然後要出一整張作品 我覺得 這種對自我追求的這種作品價值 我覺得大家可能會很難 去一次去吸收那麼多東西 所以我才想說分段 就很像一個長篇的故事書 就是先從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但為什麼就是還是要做這個專輯呢 就是因為收錄了我2018年的第一篇章 都市病嘛 然後第二篇章麻戲團 第三篇章DDT 直接收錄一張專輯 其實有一個比較現實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 為了這個政府的補助 是 沒有開玩笑 但最近還是 這個規定就是就是遵守嘛 遵守 但是我覺得不 我覺得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這個是新歌加精選 還是怎麼樣 可是我必須得說 我不管大家 怎麼去看待這張專輯的形式 都不影響你去充分體驗這個音樂作品 沒錯講得好 對對對 所以呢 浮世集的 如果光是字面上的解讀 為什麼會叫浮世集 浮這個字呢 同時代表我的 浮世代表我第一篇章 第二篇章 都市病跟馬戲團 這些奇溫意識啊 時間非線性的這些加工背景 然後衍生出來的一些 引進句點的一些有趣的黑色幽默 這個概念 一個狀態 一種 用一種很 極其幽默閒事的口吻去嘲諷一種狀態 那 極呢 就是第三章 代表我的這個 DDT DDT這個意思就是 深度死亡體驗 它是源自於一個摔角技啦 它就是把人家頭 講這個好暴力喔 就是把人家頭 插住然後往下 強力重擊 其實這個就是呼應我前面講的都市病啊 然後馬戲團啊 在吟歌燕舞之後的一個 強力重擊 人生就是 我覺得我有一個很幽默的一個概想 就是人生就是一個迴圈喔 嗯 活著就是一個慢性死亡的過程 嗯嗯嗯 用力死去 深度死亡體驗們 用力死去 其實就是要你好好活著啦 嗯嗯嗯 對它就是一個擊殺並重生 Life is circle 是 所以剛好我覺得也呼應這個要可以提一下 就是剛好呼應我整張專輯的最後一首歌 叫做 飢餓時代 是 飢餓時代呢 最後一句歌詞 其實這個歌詞 我是沒有特別寫進歌詞本的 但因為我沒有寫的 大家才會聽得緊去 才走得去你的心裡面喔 這個叫做 tease me feed me kill me tease me feed me kill me tease me feed me kill me呢 如果你把字拆解出來 用一個中文字去象徵的話 tease me 就你可以想像成腐爛 腐朽的腐 而feed me呢 就是 餵我嘛 餵嘛 feed 你可以想像成吞噬的噬 是 kill me 擊殺的急 所以腐、噬、急 如果你把它諧音算關的話 變成腐、噬、急 所以又是一個回圈啦 是是是 所以主要的專輯概想就是這樣 但是我都會跟大家 就是說 這張專輯如果你在聽之前 我跟你講過度的 過多的資訊全部都是毫無意義的 你可以認為他整張專輯就是一個 nonsense 你可以覺得他就是一個毫無意義的 一個低俗小說 可是對某些人來說 他可能就是一場 真實的超時空漫遊 所以 我一直都秉持著一種作者意思理論 你認為的事情 你找到的投射 比我想告訴你的事情更重要 因為我看到的紅色 跟你看到的紅色 跟你聽到的音樂 跟我聽到的聲音 可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又憑什麼立場去說服你說 你一定要照我這樣走 但是我不是 我不是每一首 我創作的動機作品的方式 都是這樣創作 但是尤其就是服飾集這系列 都是這樣 我讓音樂在這個創作的過程中 自由的探索 它很像是走在我的前面的 我在創作的過程中 讓音樂帶著我去 我應該去的地方 所以包括歌詞文字 這些我都沒有過度的設計 可是反而他就 這件事情我也是真實體驗 所以我也覺得很酷 這可能是藏在潛意識裡面的東西 也好像是我在看一個我自己在建構出來的世界 可是這個世界又帶著我進去裡面體驗 等於說我跟作品一直在創作的過程中成長 所以一開始我就做好羊皮先生 Manuel Expressing 後現代獨白 然後我發現只有這三首歌 有這種難以言喻的連結 所以我就更想要透過這個創作的過程去探索 它整部世界在講什麼 所以整個服飾集的架空背景 整個時空故事就是這樣子 保持有機的狀態下面創作出來的 然後我自己去後攝 我再去理解的時候 我這時候才找到了一個很清楚的文本脈絡 所以文本誕生作者已死 你如果可以在我的作品當中 找到你自己的投射 那我覺得這是一種緣分 而且你也保有詮釋權 所以你可以深度的去自由探索這個專輯 如果你覺得還好 或是你覺得聽了爽而已 那也OK 我們要強加什麼任何的意義 給你服飾集 對它就是一張船票 它就是一個入場券 你不用過度的 或是你也不用去理解它的這個前因後果 只要你去充分體驗就好 因為我覺得要呼應一下 就是我最近也常講這件事情 就是淡寶先生子也說 台灣的教育讓我們都會把安全感建立在理解 我們一定要懂這件事情 我們才會有安全感 我們才會有得到satisfied 但是大多數人都忘記教我們怎麼去感受 怎麼去體驗 那我認為尤其藝術作品 創作各種形式的創作品 藝術是屬於自由且寬廣的這種維度 你本來就應該更多用感受去理解它 不是用你的理性去控制你的思考 去想說這個作品到底是什麼 所以其實我服飾集也是秉持這樣的創作理念 大概整張專輯的概念是這樣子 就叫概念 你已經講了五分鐘 對 而且這個 我真的是真的是太滿意了 就是一個按鈕按下去 然後自動會回圈 五分鐘的感覺 然後就是啊 因為我太想要跟大家 太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說 這首歌在講什麼講什麼講什麼 對啊 不用啊 因為你的作者已死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 我現在差不多知道說 如果要問你說 這首歌在幹什麼的話 我覺得當然這個問題 本身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你還是應該還是可以講五分鐘 對 當然當然當然 看到這首歌的嘗試 如果你真的對我每一首歌 你真的太好奇 你真的想了解 歡迎寄信給我好不好 我寫一篇 寫一篇論文給你看 如果你很想知道這個脈絡 這個文本到底在想什麼的話 我也可以跟大家做解釋 超想知道啊 對 但是就是還是就是 我這個還是要引述一下 我非常喜歡的一句話 就是義大利的這個經典名導 這個超限時主義的這個電影導演 費里尼她說過 只要持續保持神秘 且富有暗示性 夢就會持續迷人 但一旦危險的是 你過度的解釋它 就變得毫無意義 對 我認為這個 這個話也是影響我蠻多的 對 我們要把它費里尼大師 費里尼大師 我們就把它收下來了 沒錯沒錯 很好用的一句話 YES 我們就這樣剛才這樣 黃軒兒談的 我們就把它那個 上台領了這個金曲獎的 這個得獎作品 給這樣子談掉了耶 哦 對啦 就是應該是我去年 布開登俱樂部 那個時候跟我的另外一個製作人 嗯 阿良 這邊要特別提一下阿良 因為 我必須得說我所有我現在 得到大家對我的這些好評 或是讚賞我全部的這些榮耀 我覺得都要分享給他 是 因為我必須得說如果沒有阿良 嗯 就沒有現在的我 嗯 因為我在大概七八年前的時候認識他 是 然後我們就決定一定要一起完成一張很好的專輯 而且是這個專輯是放到全世界都不會輸的 嗯 我們一直有這樣的音樂的追求跟企圖性 大家可能會覺得我膚淺 哦 你的成功的價值就在今天再強或不強 沒有 我想告訴大家的一件事 我就是一個非常單純的少年郎 我只認為 嗯 我之前有講過 我不相信原創這件事情 嗯 就是我認為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嗯 前人都已經做過幾十遍 幾萬遍 嗯 幾千遍了 但是如果你 你活著的這個時空 你體驗一次的這個人生 如果可以稍微留下一點不一樣的選擇 嗯 稍微冒一點血 你可以去努力 為什麼不去努力 嗯 即使即使你努力了之後 這個結果可能不如你預期 但是我一直都相信 你做對的事情本來就不會得到對的結果 嗯 但是如果你繼續累積你相信的這個事情的價值 一定會得到最適合你自己的結果 是 所以我一直都說嘛 就是你 擁抱錯誤的美麗才可以製造意外的可能 所以我覺得 我就是秉持這樣一個單純的想法 如果大家也可以從我的作品當中得到樂趣 或是我可以從這件事情上面得到 呃 金錢 或名利 我覺得這些都是bonus的 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外在的 bonus的東西 我還是比較追求自我實現 追求我個人的音樂的理想 嗯 追求 所以 對我來說這張作品 這個專輯算是第一階段 我給我自己的交代 是 我給阿良的承諾 嗯 然後對我自己音樂理想的第一個階段的達成 嗯 這間達成不是說好或不好 只是 就現階段來說它是我覺得 一個 我必須得完成的一件事情就那麼單純而已 嗯 所以我留下了這個選擇 希望大家可以去自由的去體驗 嗯 對對對 嗯 好 呃 剛才聽到的歌曲呢 是王軒的不開登俱樂部 以及那我現在要聽到的歌曲是Rosemaine 不開登俱樂部其實是你的第一個的作品呢 就是一個EP 可是就讓你上台領了金曲獎的最佳單曲製作人獎 對 好 我覺得在業界來講應該也是說 哇 他是誰 對對對 但是一旦去聽的時候就說 哇賽他太太不得了了 我其實我自己自己蠻意外的 因為 我 把我講金曲獎這件事情好了 因為我一直 都 我 我很理解金曲獎的取向 嗯哼哼哼 就是我 當時真的不認為 嗯 我只做了一個EP 嗯 會入圍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不可能 對 甚至我在 金曲獎公布的那天我都不知道今天會公布 因為我就沒有放在心上 那天我還有其他工作 是 突然有人跟我說我入圍 我超級激動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太扯了 嗯哼 我不是說沒有想過要拿獎這件事情 當然對因為我本來就會有這樣的追求 如果先階段 如果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機會的話 當然我也會希望可以體驗嘛 嗯 但我沒有想過那麼快 我原本是想過之後 欸我如果出比較完整的作品 一步一步的 呵呵呵 但是我後來思考一下我發現我 我做的事情好像也是一樣 就沒什麼太大的改善 是是是是 對對對我還是就是對就是自我音樂的追求跟理想本來就不是建立在這些外在的價值上面 當然 所以有一段時間我是很空虛的 因為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可以透過拿獎這件事情 我可以得到那種 喔 可不可以很很 可以體驗到那種很快樂或很很滿足的人生狀態 或是把你改變了一下 不同的想法對不對 就是可以放鬆 但是我還是一個沒辦法放鬆 我就按得獎我還是 對我還是 對我還是那種感覺很奇怪 我我會希望透過得獎 包括發專輯這件事情也是 你知道嗎 我前陣子是發 終於還是發實體嘛 因為這些東西在數位上面分享 發實體之後 我也是希望可以透過發實體這樣專輯 因為大家都覺得這個是很疑似感的事情 所以一發實體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自己去那個唱片行 然後買專輯 我希望可以 我還請人幫我錄影 所以我想 因為我想要體驗 會不會有那種很快樂和那種感覺 對 沒有 我就是覺得很平淡 我就是覺得好像 所以我就是可以理解 這些事情的過程 讓我們漸漸就是慢慢了解到 自己不同的情緒跟面向 我就覺得我 我從來就是 都是在一個找自己 在一個探索的一個狀態 因為我都會來說這個狀態比較真實 我不太會做自己 長這樣很奇怪 但是因為我 我覺得做自己是一個是一個 是一個藉口 因為我 我不認為一個人真的很了解自己 我覺得都是 比如都是身邊的人了解 你比你了解自己更多 所以我自己 自己真實的狀態 應該是探索 應該是找 透過不同的衝撞 透過不同的生活 刺激 然後你去理解你自己 但是人都會變 所以重要的是什麼 不是 重要的不是你留下那些好壞的朋友 重要的是 你可以擁有過多少次的體驗 因為這件事情 會不斷的重新定義你自己 對 所以我就是單純就是 你知道 單純少年郎的想法 就是如此的 OK 我們待會兒 我們待會兒再來跟這位單純少年郎好好聊他的專輯 當然我也不曉得他到底要講多少讓你聽到他的音樂了 繼續和黃瑄聊他的專輯 這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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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有趣就是 在講 美尼爾是症 對 美尼爾是症 所以是你自己的經歷還是朋友的經歷 對 是我切身的體驗喔 因為我小時候這個大概五六歲的時候 我的左耳膜我破掉過 所以導致我的內耳平衡管微力失調 所以後遺症就是會有暈眩症 他暈眩症的學名其實叫做美尼爾斯症 就是美尼爾斯症 它是個法文喔 那這首歌的關聯是什麼 因為我以前 我這個症狀其實 小時候 大概國小國中高中的時候呢 頻繁的出現次數比較多 然後我就是 其實我可以完成蠻早的 在2014年我就寫好 因為那時候是突然有一陣子 發作的這個時間非常的長 然後很不舒服 然後我躺在床上 我就 我就突然覺得這個症狀很像 是我一個很熟的朋友 他就喜歡弄你 所以我就想要把這樣的情緒 把這樣的狀態把這個病擬人化 然後你知道這種暈暈的感覺 跟爵士音樂裡面的swing 這個元素有點像 所以我就把這個病症 歸咎於這個爵士樂的這個swing 音樂狀態 所以結合這個有趣的事情 但是 我想要分享一個勁爆的事情 請說 事隔非常多年之後呢 我已經很久沒有再復發了 結果 就在上個禮拜 聽眾朋友們嚴重了 真的齁 我在朋友家 突然昏倒 天哪太扯了 OKOK 朋友嚇到嗎 每個人都嚇到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蠻嚴重 我是突然眼前一片黑 然後我突然耳鳴 我說啊可能要來了 可是這是很強烈 因為我就很快就睡著 這樣 然後我醒來以後發現每個人的朋友 因為大家以為在開玩笑 因為我平常個性可能就比較亂鬧這樣 所以他們看到 可是他們看到我的身體 呈現一個非常奇怪的 就是往後癢這樣 然後整個就 差點要倒了 他們接住我然後把我放在床上 然後我就醒來 我看到大家一點慌張的樣子 其實我就有點尷尬 想說我闖了什麼禍 所以發生什麼事 他說沒有你剛突然昏倒了 我們差點要叫救護車 真的很嚴重這樣 就是一個有趣的事情啦 所以就是Life is circle 你失去的東西有可能會回來 你可能已經好的病呢 也有可能會再復發 所以呢大家身體健康非常的重要 這個是主要傳達這個身體健康的這個概念 我身邊其實有幾位朋友 他是用美妮兒是真的 然後我會介紹這首歌曲 讓他們聽 對啊 其實大家應該可以理解 因為這首歌在聽感上面的刺激也是 我刻意想要營造出一種暈眩的感覺 所以你聽那個混音 如果大家有機會 可以帶上耳機去聆聽的話 其實你會聽到那個裡面的回音 會一直在轉 是 然後那個香味會一直在轉 一直在轉 所以大家會覺得 這個很奇怪還是怎麼樣 人永遠都沒有正常的 這個世界本來就不是工整的好嗎 不完美才是完美 我們接下來就空幾分鐘 讓聽眾朋友們還有指揮 可以把耳機聽上 其實我們的那個音質也還不錯 大家應該聽一聽的時候 還是聽得到你那個音場當中的那個改變 沒錯沒錯 來到了 Hey Miss DJ節目的第二個小時 我們繼續和我最近覺得真的是這兩年最不得了的一位新人 Yellow黃軒來聊他的首張專輯 福士集 你好 你好 各位同學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月亮上的男人 21世紀自帶風的男人 月亮自走炮 Yellow黃軒 好啦 這張專輯裡面呢 其實你之前已經有發表了兩張的EP 都市兵以及馬戲團 其實這兩張EP都讓你分別入圍了金曲獎 對對對 就是我連續兩面入圍 有拿獎 然後也有被提名 對 一個是單曲的製作人 有我入圍就是第一次的時候去年是入圍編曲人 是編曲 單曲製作人 然後今年是入圍單曲製作人 同一個獎項 而且其實今年真的很特別的是 就是我今年有擔任這個接獎嘉賓 是 對 然後就是接獎入圍的這個 接獎入圍接獎的嘉賓 然後因為我在現場 然後 那個時候我一開始比較興奮的是 我居然就是可以親口唸出我自己的偶像 我自己很喜歡的張正月 他入圍最佳國語男歌手 但是那時候我回去下來的時候 就突然 我就聽到我的名字太多的響起 就我自己非常的意外 我想說哇這也太扯了吧 因為我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沒想過 所以我必須得說就是第二次入圍以後 得思心就 的確比較重一點 就會希望再可以 可以再拿獎 對對對對對 這 今年就是沒有這個機會可以上台 但沒關係 我覺得 有入圍我已經 已經很感謝大家 大家對我這個 小小弟的這個肯定 因為畢竟我的作品也比較少這樣子 所以如果能夠藉由這個平台 讓大家聽到我的這個作品 我感到非常的開心 已經滿足了 好然後我必須說因為 Yellow黃軒他被提名的 通常都是像是單曲製作人 或是編曲獎 你聽起來好像是比較是技術獎 可是 拜託大家就是聽一下他的作品 我覺得他一定離歌手的這個獎項 應該是很快就可以拿了 我希望 你的唱功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希望因為這個獎可能也是我媽媽最喜歡我拿的獎 是 因為我媽她以前是名歌手 她比這個中式六燈獎拿過自彈自唱總冠軍 是 她小時候也是有歌手夢 是 然後她後來是當老師 然後後來又當福音歌手 所以我媽非常希望我有一天可以拿一個歌手獎 歌手獎 對對對 我也希望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聽一下我的 或是來看我的現場的演出 那我自己自己認為我的這個現場演出呢 非常的好看 我當然這是對我自己的信心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看 我看過的是 你是因為是去朋友的場子 Feed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 黃軒一上台 就是通常會把那個光芒給搶走 因為她唱歌整個很魔性 就是 非常魔性 你的聲音魔性 然後你的肢體魔性 然後你整個人就有一個 你的摩登大聖母 對 就有一個氣場有非常非常強大的一個存在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可以 早日看到你自己的演唱會的專長 會的會的 然後我覺得你應該上台拿歌手獎的 這個這個日子應該是不遠了 好我們先來聽這張專輯當中 算是就是DDT的這個部分 DDT這個系列 對然後我們現在要聽到的是 Moonshine is Him 所以 Moonshine is Him 你知道我一直都覺得我的作品跟 這也不是設計的 我的作品一直跟月光月亮很有關係 包括我幫別人寫的歌曲 裡面都會提到月光 是 你知道我每一首歌裡面 詞彙最多的就是月亮跟月光 然後這件事情我發生的 就覺得很扯 怎麼了 月亮什麼顏色 月光 黃色 黃軒 Yellow 然後再來我的頭形什麼 光頭 而且我頭也很圓 月亮 然後我都會自比我自己的作品 你知道Moonshine is Him 這個意思呢 它其實是那種 美國禁酒令時期那種 私釀烈酒的意思 自比我的作品 音樂作品使人為熏 對不對 當黑夜來臨的時候 你抬頭仰望的 不只有星星 最亮的那個其實還是月光 月亮上的男人 你的摩登大聖 21世紀姿態風雲的男人 Everybody 好啦馬上來聽到Yellow黃軒的這首 Moonshine is Him 這首我們還聽到的歌曲呢 之前在黑夜來臨是首播 然後我那時候播到的時候 完全嚇死 我就想說天啊 這首歌也太好聽了 這首歌就是饥餓時代 今天奧嫂 對今天奧嫂專訪的就是 我覺得是這兩年 我覺得是最不得了的新人 Yellow黃軒 黃軒的這張專輯 之前有2018年的都市病 以及2019年的馬戲團 都集結在現在你發行的 這張正式專輯 服飾集當中 我要問的是 其實通常按照發表的年代來講的話 如何在這張專輯的時候 你好像應該通常一般人 都會是啊那先放肚子病的 再放馬戲團的 可是你這兩張專輯的 你取緒是打亂的 是亂的 對 這是有特別的精心安排嗎 這個是因為我希望呢 這十首歌 從第一首聽到第十首的時候 是可以符合一個狀態 就是我剛剛一開始講的 就是 就是 蘇醒到 探索到 到適應到 到掙扎到 到反抗 然後最後到殺我 那現在聽到的這個 飢餓時代這個部分 就是屬於生肚死亡體驗的 殺我這個狀態 是是是是 那 那我其實 我原本 的排列就是 其實是非線性的 因為 馬戲團其實 馬戲團是第二個 第二篇嘛 是第二張EP 但其實馬戲團的 時空背景是 都市病的前傳 OK好 所以這個故事 才會是Rose Wayne 是第一首 這樣這樣這樣下來 那現在大家聽到這個 飢餓時代的時空病 背景是屬於比較近未來 所以我這個時空背景 是從20世紀初的 禁酒戀時代 然後一直到 五六零年代 然後一直到近未來 就是可能是2056年 或也是20 當然 如果有在 看 有看我本人的話 會發現我右手有個刺青 上面寫HAB 0319 那 有知道George Lucas 就是星際大戰的 那個導演 他拍了第一部科幻電影 叫THX 1138 那裡面也是在講一個 比較近未來的 時空背景的故事 它裡面的人 每個人都是光頭 然後每個人 都有一個像這樣的 編號 所以這個 沒有啦 題外話又扯遠啦 這就是我的編號 那因為剛好符合這個 時空背景啦 就是 飢餓時代這首歌呢 他 其實裡面的這個主角 大家如果有去看MV 非常的好看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這個MV 我覺得是 就是 我自己非常非常滿意 他就是 講述的就是這個 王先生 就是讀上CLO裡面的這個故事 的王先生 同時他也代表第一首歌 Rose Wayne 其實Rose Wayne 就是王先生 是喔 王先生 Rose Wayne 那個Wayne有沒有 Wayne 是 畢 畢談的畢 但是跟畢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 這是一個玩笑話 所以呢其實不同的時空 都存在著不同的人名 但是其實都是同一個人 就好比我現在在這個時空裡面 我叫黃軒 另外一個時空的我 可能叫做 叫月亮 月亮之類的 無所謂 對那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飢餓時代 他同時也是反應 我不知道我該不該這樣給你這樣資訊 但是飢餓時代對我來說 他有一種意涵 就是反應一下當 反應這個當代的這個社會 當我們的資訊量過載 已經超過我們的營養 攝取含量的時候 嗯 我們要怎麼知道這些東西的美味 我們要怎麼知道所有美好的事情 很難形容這個狀態 嗯 就是 就是當你的加工品吃太多的時候 對對對 你沒有辦法攝取 你不曉得實施食物的原味是什麼 對其實就是很單純 所以即使我們已經飽了 我們還是覺得很餓 嗯 我們永遠在渴求 可是我們不知道我們在渴求什麼東西 懂 對所以 Just another game Do I have a better chance 剛好也呼應Rosewing裡面的這個歌詞 I would never be I would never be 我永遠都不會成為我自己自我實現的那個投射 我的完美投射 因為 每個人都是不完美的 哇 講這個要扯遠了 這個 今天不是來講一個哲學性的探討 但是反而就是 飢餓時代這首歌你也可以當作就是 因為裡面其實 以音樂上面的技術來說 其實我嘗試了很多種的 聲音實驗 嗯 包括我之前 呃 有用 就是單純這種聲音 大家可以聽一下 這個聲音 那種鉛筆的聲音 或是其他的聲音 或是那種蒙古呼麥的那種 sound 對對對 其實都是墊在 這個音樂裡面 然後甚至我這首歌的元素 你可以聽到有搖滾的 然後大家聽到這邊就是開始變搖滾 然後有電子的元素 嗯 然後甚至我嘗試了另外一種方式 大家聽喔 其實我會模仿蚊子的聲音 可能聽不到 沒關係 大家尷尬了 不好意思 不會我有聽到 我用不同的蚊子的聲音呢 去疊出一個蚊子和聲牆 在中間 所以變成 然後 對就是一個有趣的東西 所以這首歌對我來說也是在 也還是在玩啦 像一個實驗室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來聽 這個也許應該是 華語歌壇唯一一首有蚊子和音牆的 這個歌曲 我們來聽這首 饑餓時代 饑餓時代 我們現在來聽到的歌曲 我覺得這首歌 也很精彩 其實它就是 有非常多的作品 都我覺得 很想要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們現在聽到的這首歌 應該是Mercie Rule 對 這首歌前面呢 可以注意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它的歌名前面有個點 點 對呀 我在想說 那個點 到底要不要講 對 要不要講 就有趣了 那個點呢 就是 它其實就是一個很單純的 我只是想要故意的呢 把這首歌跟其他的歌 做一個區分 為什麼 因為這首歌 Mercie Rule這首歌是不存在 同一個宇宙觀裡面的 它不是同一個故事線裡面的 它是唯一一首 跟作者本人有一點關係的 它是我的類自傳的基地式的歌曲 懂 OK 對 所以把它 標記一下 標記一下 因為 我想點在前面應該比較特別 大家可能會以為 那個是怎樣 沒有啊 就是點在那邊前面的時候 接下來 你要按照那個排列的話 它就會在最前面 因為你知道這件事是這樣子 通常我們介紹那個歌序的時候 不是只有 比如說第一首到第十首對不對 一 然後點 然後二 點 可是你看到這首 第九首 點 然後點 就兩個點 兩個點 你可以把它放大看 其實是寫我的文章 黃旋 有 有嗎 沒有啦 開玩笑的 感覺就是 好像煞有其事的感覺 是不是這樣想想 我還蠻喜歡這種被框的那種感覺 對 其實大家去體驗一下 搞不好我說的是真的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那個專輯 搞不好看久了 搞不好看久了 就看出來了一個什麼滋味了 對啊 這也是蠻有趣的 可以放在前面 那麼是一路這個歌 我要特別提一下 我邀請了這個夢 我可以說是 台灣頂尖的和聲班底 Brandy老師 美麗還有阿丹 薛宜丹 他最近也是有四個新作品 然後入圍精英獎 非常優秀的歌手 然後這次邀請他 他們一起來唱 這個淵圓呢 其實要回溯到去年精英獎的現場表演的時候 我跟烈王一起表演 然後我們整個樂團的班底 就是同梯人 然後包括和聲老師也是 所以這次要重製這首歌的時候呢 我也是邀請他們在錄音室跟我一起完成 所以我感到非常的開心 然後這首歌 也是唯一一首所有樂器同步錄音的 喔 是嗎 對 然後我要很自豪的說 所有跟我一起的樂手們 他們都可以算是台灣非常頂尖的 音樂人 像我的貝斯手草偉 鼓手小成 他們都是有入圍這個 經典的這個精英獎最佳樂手 所以要感謝他們 我也覺得 我們在音樂上面有一種難以言語的默契 我也覺得只有我的音樂他們彈才會有那種魔力 所以我非常開心可以跟他們一起工作到現在 還有當然不知道阿良還有所有的製作團隊 我的魂音師周翰 然後 對耶 剛好到一個歌曲的結束了 對啊 你繼續講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你剛好已經在講你的得獎感也 你已經開始在謝謝 謝謝眾人 沒辦法不好意思 我的潛意識告訴我 今天沒辦法上台拿去分享 所以我在那邊彌補一下好不好 跟大家感謝一下大家對我的支持 好馬上聽到這首歌曲來自於 Yellow黃瑄的Mercy Role Mercy Role 黃呀黃呀 神個傻瓜 我的頭髮和我的理想 在床上天還沒亮 還沒做不完那巧米啊 來到和Yellow黃瑄聊他的專輯 服侍集的最後一個階段了 然後黃瑄真的也是 奥塞爾在近兩年我覺得最不得了的新人 因為他是編寫唱製作完全全面的 就是你根本就是一人 一人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啦 真的就是一個奇才 天才奇德 也不敢這麼說 因為我想要分享一件事情 你知道最近我也常問別人這個問題 嗯 就是你知道狗啊 會旺旺叫 嗯 貓會喵喵叫 嗯 這個牛會喵喵叫 然後想要請問一下小瑤莎 你知道這個雞會怎麼叫嗎 腦筋急轉彎我通常不太會 我也不太想要接這個歌 猜一下猜一下 機會怎麼叫 機體吧 機會怎麼叫 機會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所以對我來說這個 後現代獨白 後現代獨白喔 直接轉回來 大家只是一個冷笑話啦 懂懂 沒關係 好 繼續繼續 因為現在聽到這個後現代獨白 因為我感到 這首歌是2014年的時候 完成的作品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我已經用另外一個網路畫名 在網路上發表過 叫做 喔就是你講的那個 飛姿和武次郎 你想要試試看 就是看一個 只是在網路上面 發表作品 會引起什麼樣子的 回響 但其實沒有什麼太多的回響 因為還是太難了 因為我 我以前的影片都是默片 我用默片去剪接的 因為我覺得默片是個很有趣的 好 然後所以完成這個後現代獨白 那這首歌呢 就是你可以解讀成是 你知道我們 我們總以為我們自己是那種 活在當下的那種人 就是這個歌的title啦 就是這個歌的一個前導 我們總以為我們自己是活在當下的那類人 可是面對所有熟悉的人事物的消散以後 我們總會就是 就是自溺於那個曾經活在的那個時空久久無法自拔 所以我在此千回百轉自彷徨 徒留多情樹莊 你的離開正是後現代的獨白 為什麼你現在突然有一種古裝的感覺 對 有一種古裝的感覺 你很長虛這樣子搖這個雨扇這樣子的感覺 很有趣 而且這首歌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 這首歌我剛剛有說過嘛 就是方大同是我非常欣賞的音樂人 他其實有主動分享這首歌 然後所以就讓很多人聽到注意到這首歌 我非常感謝他 然後希望有一天啦 可以跟他有一點小小的這個合作 就在此這邊湯圓戳起來了 自己戳得很開心 沒問題我覺得這個日子應該也很快就會到來了 就是想要敲碗就是我剛剛才有問黃璇獎說 你有沒有就是辦過自己的專場演唱會 然後你說沒有而且你有一個新的概念在 就是你不想要把它當成是專場演唱會 對 因為我覺得 我的音樂的這個作品這個時空背景 如果都架就是都已經做到這個地方 都是架空的 對架空 你做到這個地方 而且我一直秉持這個作者一絲的理論 如果你來看演唱會 會很像是你來看黃璇在表演 我不想要有這種感覺 很難解釋這種感覺 我更想要導向那種 就跟我們聊到那種沉浸式的體驗 就好比說我有三個時空 那這個主軸是從 環繞在二零年代的一間 禁酒令時期的一個酒吧 這個酒吧卡在了一個時空蟲洞 那這個酒吧開在哪裡呢 開在ABC樓的C樓 這個酒吧的名稱叫做不開登俱樂部 所以想要邀請大家來不開登俱樂部 感受一下這個沉浸式的體驗 然後可能我現在就是其實還是在構思當中 那如果想要大家想要知道更詳細的資訊呢 記得要follow我的這個instagram 跟我的facebook 對然後 對啊 所以我其實現在還是在思考 已經有在規劃當中了 對對對其實一直有在思考 因為 但我也覺得你好像是一個想很多的人 所以多久可以讓他成行 以及付諸實現 要嘛就是很突然 我發現我自己探索 對自己的個性就突然就是 可能就很突然我就是 想到了我就馬上去做了 懂 要嘛就是我就放在那邊 然後就是讓他 你知道 讓這個東西自由的去擴張 我懂我懂 就是要嘛 不是有一個規定在的話 你這張專輯也不會出現 沒錯 對 所以好可以 所以感覺上就是要大家要一起 集氣的感覺 好就是 但我相信快樂 我可能會先嘗試從這個 謝謝 線上的一些 其實線上我可能會做一個直播串流 讓大家去體驗一下 因為尤其我覺得今年 2020年是一個 大家也知道是一個特別荒唐 我不是荒唐 也有點荒謬 其實我甚至我自己看起來 是有點幽默的一年 然後我們經歷過這個時代 是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個時代 所以導致我們 對很多 不管是娛樂或是生活 或是各種需求呢 都變得很 數位化 虛擬化 我是說就是單看這個 形式上面的改變 所以 包括直播其實我覺得現在也變得很好 但是我還是要說啦 直播線上這個東西表演 當然可以看 可以在家看到 可是如果你真的有機會 記得還是要去支持你喜歡的音樂人 去現場 體驗一下 因為那個是一個非常非常不一樣的感受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近期 可能會做比較快的 應該是會線上或是有個影片 或是一個直播的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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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 session 這樣子 OK 好但是如果是真的是你講的那種 沈浸式的那樣子的表演 我覺得也也非常非常的期待 我會給大家期待的 那天就不要叫我黃瑄 那天請叫我羅斯韋恩 Rose Wang 開玩笑了 搞不好真的到 搞不好真的到 搞不好到時候真的就是這樣子啊 好啦我覺得是沈浸式的這樣子的 劇場的這種體驗 最近好像已經有點太氾濫了 可是如果是黃瑄您舉辦的 我會非常的期待 是嗎 謝謝謝謝 我覺得一定會非常的精彩 受寵若驚了 哎呀 就給你一點壓力啊 付諸實行囉 好 那今天非常謝謝黃瑄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然後真的你就好像那個牧師開始一樣 就是噼哩啪啦噼哩啪啦講了非常非常多 可是我最後還是真的是要深深的就是感謝 就是想說哇 你真的是推出了這樣的作品 對 然後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然後請大家好好來聽一下黃瑄的作品 任何一首作品一直要把它點開來聽 你就會知道說裡面的元素會非常非常的豐富 然後我相信他的任何一首歌曲都可以帶你進入到黃瑄的音樂世界裡面 它真的是一個非常豐富的一個音樂世界 非常謝謝黃瑄喔 我們期待下次見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們 想見拜拜 如果時間能停下來 找個地方只剩世外 我們要記住 一點水 我們還是大的新的不可 ek 讓 Christian 第一個 early 谢谢大家